法律本身是一種權力的體驗 我們曾經有一個階段是砥裏政策 游泳游得快,進入市區 因為當時需要大量的勞動力給你進來 這是當時的法律 突然間太多人來,你又關閘了 很多移民這些事情,其實只不過是一個道德上 其實很難說 即是你說法律是否等於道德 我覺得大家要想清楚 我發現我有一點點站在本土 因為我真的跟真正的熱狗聊過 他給了個個案,我就想了一段時間 他就跟我說 我們很聰明的 即是我們在鏡頭面前是和你飛的 明白嗎? 即是如果被人拍了,就不要看 而且被人抓 他就說,如果沒有鏡頭,沒有東西被人拍那一刻 那些警察來打,沒理由你這麼傻 即是被人打右邊,被左邊人打 他就說,我在下面踢腳 即是牌子遮住那些就踢腳 那我想了一段時間 我應該是否贊成他的做法 那都好像厲害 即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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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即是…即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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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即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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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鏡頭面前就和你飛, 是嗎? 即是... 鏡頭後便呢... 其實為什麼不可以反抗? 我有一點點對勇武 我真的有反省 不是說我立場上不同意你 我就不明白你 勇武我贊成前面的那個Pager 勇敢 他真的比我們的老爺勇敢很多 整個感覺上 我們老爺真的開始慢慢 沒有就是這樣了 保守不敢衝 慢慢走到保守那邊 有一點點都想拉住他 不要讓他衝 後來我要想一下自己 我沒有這樣的判斷 其實我沒有這樣的道德 或者立場 我們可以拉住他 你明白嗎 其實他衝的時候 我覺得他應該給足夠的空間 他想衝 甚至他用一定的勇敢的武力 我最初就是這樣了 到近來我自己的反省 這個武力究竟是用在哪裏 如果武力是警方用過份的武力 你去所謂抗衡 我覺得某一定程度 你是對準權力 對一些更高權力的人 你去做出反抗 作為一個社會運動裏面 我們需要一些這麼勇敢的人 去對抗這些有權力的制度 不過最近我們看到的發展 就是你去所謂坦白 你欺負一些最弱勢 最沒有權力和你去反抗的人 你最初衝一下黑警 去講警戒暴力 我覺得我可以理解不接受 但去到現在 剛才我們說的權力的問題 為何你將很多東西 是針對一些弱勢 其實我覺得他不會來為公會 這些比較都覺得有組織有能力 公會強的有議員 有議員 他有一點選擇學校 選擇一些沒有辦法去跟你 即是打不到的 我覺得這件事是最不合當的 你的力量應該是針對當權者 你的力量不應該針對 最無權無勢的人 我不是只講你 我講整體的感覺 就是勇武武力 但我剛才說的 我原則上 我還是有很大的反省 這個就是大家都未見過 那些所謂革命出現的後遺症 我想那些腦餅 就看過文化大革命 看過那些書 起碼 我們都知道革命是會帶來 很破壞性格的 對一代的人 對整個價值 我剛才說 對道德 其實有很大的反省 不要因為 現在 剛才大家 其實是很 很task-oriented 那樣東西最有成效 最快見效 然後你就去做 但做完呢 其實是潛移物化 我們一些很基本的價值 是轉變了 那我就說 是不是社工的價值不可以轉變 剛才我說 因為你不是一個社工 你是一個人 人的價值是可以轉變的 但當人我們說 參加一個大型的社會運動 大型的政治運動 其實最後你的政治信念和理念 我覺得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的政治信念 是最後可以容量你打壓弱勢呢 那我就說對不起 那這就是可能 我所謂左和右一個很核心的分別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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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